哈喽大家好 我之前发的那个Sable Defusion的热门教程 已经有快五千个收藏了 因为这几个月呢 软件也在更新 所以你们看到的界面可能跟我教学的界面 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出这期视频会做一个专门的一个说明 另外呢 我会把之前用户问的频率比较多的一些问题 集中解答一下 首先是安装问题 如果你之前跟着我的教程去安装的话 可能会遇到两个问题 第一个你去私信丘业整合包三观词的时候 他会给你提示你的等级不够 暂时不能发言 因为很多用户他可能之前并不怎么玩B站 所以就会遇到这种这种麻烦 第二个你可能会遇到网盘链接失效的问题 那我今天去出一页B站的主页去看了一下 其实你不用去给他发私信 他在一个作品里面 就是这个 4月16号发布这个作品 这个作品点进来 这有个详情样 你直接到他的置顶的一个评论里面去 复制这个网盘的一个地址就可以了 那保不住之后还会出现 就是说 链接失效的问题 这时候你可以加下我的绿泡泡 然后我在我的群公告里面会放有一个提取链接 那上次我跟他讲的时候 那个整合包的版面还是V4.4 现在已经到了V4.5了 我们发现V4.5 这也是之前有粉丝给我反馈的问题 就是他发现V4.5里面少了一个启动去运行依赖的一个程序 你看这边有三个可想ControlNet 这是一个压缩包还有一个WARD文档一个说明 然后我们看之前4.3的时候 它是有一个启动器运行依赖的一个程序的 那怎么回事呢 没有这个其实不要紧了 然后作者在这做了一个说明 就是启动器整个包在压缩包内置 为防止百度网盘的链接炸掉 所以启动器运行依赖不再放在这个网盘里面了 将会在首次打开启动器时弹出跳转下载 然后我们立马就来试一下 嗯嗯嗯 我们之前这个先不卸载 我们就把最新的版本给它安装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压缩包给它解压一下吧 显示更多选项 这有个 就解压到当前文件夹吧 OK解压完成 然后我们来打开这个文件夹 嗯 才找到这个汇式启动器吧 我们双击运行这个程序 嗯 嗯 OK 我们来点击这个 一键启动 嗯 它这个新的版本把这个 控制台给它包在了这个启动器的里面了 之前是单独 单独的一个控制台 哦那这边是算是成功了应该是成功了我们试一下 按盖 OK成功了啊但是并没有出现作者说啊手次打开启动器时弹窗下载的这个 补助应该是和我之前安装过这个启动器运行一代有关系吧 嗯那第二个问题是版本问题 版本这里面有两个概念 一个叫整合包的一个版本 一个是IC web UI的一个版本 那整合包的版本刚才给大家解释了 我上次给大家演示的是4.3这个版本 现在这个整合包的作者秋叶已经把它更新到4.5点应该是4.5.7了对 然后那那什么是web UI的版本呢 当我们打开启动器的时候 看下面这有一个版本管理 我上次给大家讲课的时候应该是8月23号 也就是说1.5.2这个版本 目前我选中的是12月16号这个版本 嗯12号16这个版本啊 这个地方会少一些按钮 这是也是之前很多同学反馈这个问题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怎么切换版本啊 好比如说我想把它切到我这个老的版本 上次讲课这个版本 点切换 嗯它提示让我们先关闭这个控制台对吧 那我们再打开这个控制台 然后整一个宗旨进程 然后再回来把这个版本 这边切换一下8月31号这个版本对吧 OK安装成功之后我们再来启动一下 OK我们看到它多了一个标签页 这个标签页就是之前老的版本 就是8月23号那个版本 之前的版本多一些按钮 先来说这个啊 就之前紫色这个少了这个 紫色这个它是控制这个隐藏和显示这个扩展模型的 那现在这个最新的版本呢 它是默认把它放在下面 就是你可以直接去点去切了 因为我想的是 其实Laura这功能其实还是挺常用的 嗯所以如果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去 可能用户没有那么容易找到吧 所以他就把它给默认放在这了 前面这三个都是一样的 我呢我之前的课程也给大家讲过 后面还少一个东西少来这个 将当前提示词储存的预示样式 这个保存这个东西对吧 那这个地方为啥新版的要把它改成这样的呢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之前老版的话他会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我这边 预示一个提示词吧 然后就第一个吧西装 然后我想把它保存下来 没有问题我可以点击这个保存对吧 我起个名字叫理想型01 对我把它保存起来 保存起来我之后每次去用的话 哎我直接点一下这个理想型01 然后点击一下生成 它就会出来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 那如果说我要想去修改个别的一个单词怎么办 这里因为我做演示嘛 所以它就两个单词 实际情况可能是我们保存了一堆单词 然后我们想修改其中个别单词 这时候怎么办呢 按照老的版本的话 我们只能去它的一个文件的一个目录下 应该是在extension 反正就是我们要去某一个文件目录上 然后用一个tit文档打开 然后去修改这个文档 它非常的不友好对吧 那新版这个预设它有个好处就是对预设 也有的一些预设提示词做管理会比较方便一些 给它做一个演示 那我们就从增判改查这四个角度去讲解一下 新版这个预设提示词 首先第一个新增预设提示词 我们可以点击一边编辑 然后这有个下拉 这个下拉它是既可以选择 也可以手动去输入的一个交互 我们就叫测试01吧 然后我们收入个正向提示词和反向提示词 但是呢我们之前用这个prompt all-in-one已经用习惯了 然后在这边去输入英文可能不太方便 对吧 所以我们就先把它关掉 我们有另一种方案去新责 比方说我们先一堆提示词吧 然后收入完了一堆提示词之后 我们想着之后可能要反复的去用它的话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保存起来 那之前那个保存按钮是已经是没有了 那我们新版的这个要保存怎么保存 点击编辑 这边有一个叫复制主界面提示词到预示样式 哎你看我们刚才写的这些提示词 就已经到这个收夸里面了 然后我们这时候点击保存 点击这个保存好像没反应 对吧 这个我觉得是它交互上不太好的地方 我们直接点关闭 关闭我们看一下 刚才我们保存的那个什么测试01 是不是保存成功了 对吧 它已经保存成功了 对吧 已经有一个了 那这就是增对吧 那增删给啥 第二个删 我们想把刚才测试01这个删掉怎么办 还是点击这个编辑 点击这个编辑 这儿有一个 对我们已经选中了就是这个测试01 对吧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删除 OK 这个时候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下拉 先把它退掉 看我们刚才新增的那个测试01 就被我们删掉了 对吧 那要是老的版本的话怎么办 按照我们之前说的 我们在那个固定的文件目录下去 把那个文件删掉才可以 呃 第三个改 怎么改呢 呃 新增一个把其中改 某个单词改掉 对吧 那这样显然是不科学的 所以新版现在就有一个 直接修改现有预设提词的一个功能 我们点击这个编辑 嗯 选到我们想修改了吧 比如说我们想把这个联想型 其中的一个单词给它修改 把这个玩盖给它修改成 玩半吧 这个男孩 嗯 OK 我们还是点击这个保存 没反应没有关系 啊 我们来检查一下 看它是不是修改成功了啊 先清空下这个提词 然后我们选中 嗯 这个 理想型 哎呀 我的理想型是 还是女孩不是男孩对吧 只是为了给他做一下测试 对吧 我们生成一下 嗯 对你看这个女孩就已经变成男孩了 嗯 我们还是给他改回来吧 嗯 我的理想型是一个女孩 所以要给大家特别强调一下 所以我们还是要改改好 对 然后再生成一下 OK 已经改回来了 OK 你看增山凯查 我们已经讲了前三个了 并且我们说 新版的这个功能 它看起来功能少 但其实比之前要好用很多了 那最后一个查 那很明显我们下拉就是查嘛 对吧 然后我们想具体去看 嗯 我们选择的这个下拉 它的提示词是啥样的 我们只要点开编辑去看 这个提示词里面写的啥就行了 OK 那最后一个需要说明是 呃 其实我们在选择这个提示词之后的话 呃 我们就可 虽然这个地方提示词是抠呢 我们就直接可以点击生成 对吧 它头就已经出来 其实不需要我们再次点击这个 这个按钮 然后把它放在这才才会生效 其实我们只要选择下拉 它就已经生效了 OK 那之后你遇到这个地方的功能按钮 跟我课程讲解的不一样的话 就不要慌 那肯定就是版本的问题 如果你初学的话 你就先把它切换到和我讲课相同的版本就行了 下个问题是设备问题 那那之前经常有粉丝问我 呃 我是苹果电脑可不可以 我明确告诉大家可以 呃 但是你的麦克电脑不能太老 我查的资料是好像是至少是 2018款之后的 呃 才可以 因为我自己的bbl电脑比较老了17款了 所以没法给大家做演示 那你可以在bbl去搜索it mac 本地化部署 那这边有很多教程 呃 按完之后呢 使用的话 整个整个使用的话 那web UI的界面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呃 第二个是关于显卡的问题 呃有很多粉丝问我什么 某某某型号的显卡行不行 呃 我这里面直接是建议大家 买这个30000以上的一个显卡 这边是我 我自己电脑一个配置 呃 这边显卡的话是 4060Ti 然后显存是8GB的 然后整个电脑配下来 花啦大概5600吧 光这个显卡大概就是将近3000块钱吧 这个显卡好像28003000都能买的到 呃 然后这个8GB的显存 我后来是有点后悔了 因为8GB 对于玩SD来说 基本上是一个肉门的 我建议你是12GB以上 呃 只玩SD的话 它是对出力器是没啥要求的 但是你既然配了一个好的电脑了 那那出力器就稍微好一点呗 对 哦 那如果你是AMD的显卡的话 能不能玩呢 能玩 呃 一个整合包 是一个特制的一个整合包 OK 那最后如果你的电脑显卡比较差 然后又不愿意花购流签款 从你配台电脑的话 嗯 可以尝试下云端部署 呃 我这边拿端老云给大家演示一下 啊 首先来到他官网署页 然后我们点击使用电脑端 然后接下来他会进入到一个工作台 呃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登陆一下 呃 这边有四个菜单 AIGC应用 我的应用 账户管理 呃 API 那我们可能平时用的比较多的 就这俩 对 然后对于我们学习 State Devolution的同学来说的话 呃 后面的这些 我们完全可以不用管 直接点击这个 呃 第一个 接下来就是一个创建应用的过程 第一步选择应用 那这边我们选择第一个就行了 第二个选择使用方式 呃 那我们不是开发者 所以肯定就不用选这个API这个 我们选应用模式 第三个 GPU性能 呃 GPU性能的话 我是建议如果你对SD比较熟的话 你可以直接上这个4090最贵的这个4090 如果你对SD还不熟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先从这个低配的 比如说呃 3080开始 你看他们价格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3080 呃是 1分5每分钟 对吧 那4090是呃 4分前一分钟 价格差挺多的 呃为啥呢 因为你一开始你对SD不熟的话 其实你很多时间都浪费了在了探索功能上 而不是升途上 如果你对他很熟的情况下 你选这个4090 能把他这个出头的速度的性能发挥到极致 呃 那我这里暂时就选这个3080吧 第四步选择付费方式 呃他这个付费方式有按分钟付费 按小时费 按天按周月 啊 我是建议大家一开始的话 还是按照小时付费 等你确定你要长期的用他的时候 你再去选择这个按月付费 因为这个按月付费的话 他是3.5折 肯定是比这个6.8折要更更划算的 但就怕我们很多人是三分钟热度嘛 所以我们先还是按照小时付费 OK 我们这边选择一小时 呃 那下面这个2360脑力值呢 是对上面我们选择这些配置的一个结算 呃 2360脑力值 哎我们看一下他这个一脑力值对应多少钱啊 呃 9块9是99 对吧 那所以他这个是1比1000 对吧 1比1000 那也就说2360是2块3毛6对吧 2块3毛6一小时 呃 其实跟我们去 呃 那些便宜的网吧差不多一个价钱 我觉得还是挺合适的 OK 那打一部广告 在22号到1月5号的跨年活动期间呢 段脑云是充100送200 而且不限次数 加上包月的折扣 算下来 409用显卡可以低至0.39元每小时 比你在网吧还要便宜很多 OK我们点击这个立即使用 创建成功了 这边的话 我们会发现这边有两个按钮 哎 我们点不动对吧 我们会发现点不动 我们刷新一下尝试一下 这边状态还是叫等待中对吧 手标以后显示当前用户角度 请那些等待 等待时常不计费 哎 这时候也会发现 上面有一个已启动的一个动效 并且我们刚才点不动的这两个按钮 已经变成了一个彩色的了 这个时候就证明我们可以用它了 哎 我们直接点击这个进入应用 嗯 我知道了 嗯 它需要输入一个udername和password 那我需要给大家说明了一下 这udername和password 不是我们注册这个账号的账号密码 它是我们刚才创建的这个应用 它有一个单独应用的一个账号和密码 你看 我们直接把这个账号密码给它copy过来 点击login OK 这个时候 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熟悉的webui界面了 那这就是使用云端来部署 我们并不需要自己去安装一个启动器 然后打开启动器 才能用它 那第二个模块是文件管理 嗯 之前在讲本体化部署的时候 嗯 我给大家教过就是说怎么去 嗯 自己去下载模型laura 安装在对应的文件部署下 那其实云端部署一样 嗯 我们把这个打开对比一下 我们先打开这个 swebui4.5这个文件夹 然后我们再点击这个文件管理 接下来你会发现 哎 这里面的文件 其实和我们 当时部署在本地的文件 其实是一样的 你看 你看.get.gethub gethub 然后我们经常要用的那个文件夹是 啊 modus这个文件夹 对吧 modus下面还有一个 啊 sable 2 function 和这个laura 是我们之前客人讲过的 大家都比较熟悉的 啊 那我们在这个里面找一下 他是 对 这边有一个modus 对吧 我们找到他 还是双击吧 双击 进来之后 哎 我们要按模型的话 应该是按到这个里面了 sable 2 function 这个里面对 你看他已经帮我 已经帮我们内置了很多模型了 啊 我们还是返回到上一集 这边有一个 laura laura放在这里面的 嗯 我们以这个laura为例吧 laura上传会比较快些 啊 我们把我们之前安装好的laura 给他 通过到这个云端里面来 这边有一个上传upload 嗯 fail 然后我们去我们之前 安装好的那个目录下 去把我们之前安装 那个laura 给他同步进来 我都不是 有一个laura 嗯 对 我选这个 嗯 接下来你看右下角 会有一个上场的一个进度 打开 能看到一个实时的进度 嗯 上面其实还也有一个进度 对吧 ok 那这个laura应该上场成功了 这个是laura的那个封面图 这是laura那个文件 你看151兆 ok 那最后这边有个自动续费 因为我们刚才 嗯 创建这个应用的时间 是一个小时对吧 那有时候我们在用这个东西的时候 不知不觉一个小时就过去了 嗯 那如果说一个小时到了 他肯定会出现爆错 更能不能用 那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自动续费开一下 但前提是确保你的账户里面 钱是够的对吧 嗯 好了最后那这个产品的邀请链接 我放在这个评论区了 然后你也可以去邀请下别人 浩一波仰王 他邀请的时候是有一个邀请奖励的 好的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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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